来战战斗战胜盒 大头上 大点声 其实太小了 大头上 前段时间看你给那个由山东自称物理老师的那个 他逼逼半天 我也说实话我不太喜欢那种 但是我有个问题 你能嘴冲着麦克风说吧 声声有点小 就那个 这国内这不好那不好 我知道 我说你能不能嘴冲着麦克风说 是啊 声音不好吗 小 现在好了 你说吧 其实我看你节目看很久了 我觉得能听到 我没出过国 但是我感觉能听到很多国外的东西 有个对比跟国内 但是我觉得那里面有一点 我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 在说那个 那个那个人不是一直跟你纠缠的说那个什么GDP吗 我记得 我记得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我记得国内的GDP相当于我今天给你转一万 明天你给我转回来 那这个GDP在中国就等于GDP增加两万 是吧 怎么算呢 你再说一遍 我们国家的GDP 他不是你这说的吗 说那个美国房租啊 这些都算都算GDP吗 对啊 我们国内肯定没有这么先进 目前来看 现在我们有那个个随APP可能慢慢慢慢也会规范起来 不是我愿意找找找你说话话啥啊 这不叫先进 这个不叫先进 他规范 不叫先进 规范 这也不叫规范哥们 这叫 这叫 这叫无良 我认为 有一些人啊 就是比如说 劳动能力不强的家里给套房子留下来 甚至有些女的离婚了 就是跟老公那分套房子 就靠这房子收房租活着 完了怎么 按照美国20%税息报去吗 美国可没有像中国一样的那个税收取起征点 你超过5000才起征 你说你挣一块你给我掰出两毛五了 年轻的小的你得掰出三毛三毛多了 其实我跟你 我跟你连线啊 就是我身边有些朋友 都是相处了十几二十年的朋友 不知道最近这几年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受了什么思想的侵蚀 今天和我们在一起就是负能量 国家这不好那不好 这不好那不好 很丧 这种人很丧 你说这种朋友你又舍不得 我现实哥们 我现实哥们也这样 我感受到了 我骂他骂他 我都懒得骂了 就是啊 这种朋友 不可能哥哥这份友情是吧 其实就是你分 你先分清楚了 就是你劝你哥们先分清楚了 这是国内这点不好 还是说这个世界上 这个事不是好事 如果说国外很好 国内不好 那这个你可以说 如果是全世界哪也没处理好 你别抱怨国内不好 天堂好 你去天堂吧 天堂没有痛苦 你不舍然呢 对不对 你哥们说他国内哪点不好 国外哪点好 他存不存在 真实存在可以说 我现在还真发现点 我不是美粹 但是我还真发现点 首先啊 你先对你先下去 你有点吵 好了宁德刷了个泡车 宁德那意思 别说过 就是我那天跟宁德聊的 也是这个问题 国内这个情况 我看就是什么 过早的 过早的 而且过快的 把整个互联网经济 发展的非常快 我们在2000年之后 互联网这个渠道 我们形成了一个 快速的弯道超车 漂移超车 这个国外互联网 那个2000年的时候 我们的QQ 都是从外面学会来的 很多东西 我们都是很多 而这个什么网络 什么电商也好 什么也好 一下子出来了以后 导致很多后续的 这个供应链里面 这些岗位就失效了 比如说开门店的 做运输的 什么这些东西 它都失效了 门店里面的工作人员 都失效 大家就直接上网上买 这就相当于什么 所有人买东西都批发价 都从厂家直接购 那厂下面这些分包的 包括运货给分包的 分包商 二级经销商 三级经销商 这些东西 这些人 他都变得没有工作了 所以导致很多人很丧 但是这个东西 也是个双刃剑 它也导致 你的生活成本变低了 否则的话 它这个物价 肯定也是一定涨的 随着这个 大家购买力增强了以后 肯定物价也是一定涨的 我们之所以能在互联网上 买这么多便宜的东西 很多东西 不可思议 就我最近我在读音上 我一刷总能刷着 三块九毛九 捋的手机支架 我就算这个东西 你连优费都多少钱了 对吧 你要不是因为这东西 你也享受不到 这么便宜的东西 但是你也正是因为 享受了这么便宜的东西 所以很多工作岗位没有了 很多人丧的原因 就是他一说话就丧 他涨就涨了丧 丧的原因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 他觉得国内 我这个我做不了 究其根本是什么 是你的能力和学历 局限在只能做这一端 你看的不是那个 就是宏远的 那个什么科技人才 技术人才 高精尖技术人才 你看见的不是那一端 所以很多时候 有些时候 大家说声音说 国内 这好 好与不好取决于 你是什么档次的人 你这个档次 是上学上面好好学习 勉强混个文凭下来 那你出来以后 你肯定觉得不好 为啥 你玩不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 我这趟回来 其实感触很大 有一些人有时候说 国内把你闭口闭嘴 不好 这话说的不对了 我现在感觉 有点不对 我忽略了你们的层次 你们连卖的 每一个人层次都不一样 对不对 有一些人 那我这个辈子能干的东西 说白了 就是个男 以前都是什么 那个南方 我上点货 上北方来卖了 挣点贸易差 打点信息差 挣钱 现在由于互联网的急速发展 不存在信息差了 没有信息差了 什么东西你都能查得着 所以说这个东西 对于我们现在来讲 实际上它是个双人舰 搁着疼不疼 疼 但是买着爽不爽 它也爽 而国外它是什么样 美国是什么样 美国到今天的实体经济 依然还是很发达 这个跟大家就是属于不愿意改变 是有很大关系 它的互联网都做的不早吗 它的E倍 它的亚马逊做的不够大吗 都够大 但是它取代了它的实体经济了吗 没有 因为它人懒 我这么告诉你 它人懒 而且它们很多人是很固执 它不相信 它不相信 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上卖东西的 这个一系列体系 虽然说老外也有 但是退货呀 快递呀 这些东西远远不如国内发达 我们在这个细致末节 做的是很牛逼的 配送啊 送到哪去呀 退货呀 这个是很发达 在国内退货 在美国退货啊 什么浪漫 其实很烦的 所以大家就是说 我试不了也好 怎么着 还是处于刚刚互联网上 带货我们那时候 刚刚有的那么一个形态 所以它实体才能发展 但是时代必然是朝前走的 美国朝这个方向去走 它以后 它也得面临同样的问题 那个时候 才是大家开始哭泥喊娘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是能的的 你这行人干不了 我能想别的行人 到美国肯定不一定了 就上马路上躺着去吧 对吧 退货都上门去 对呀 这个还是有很 很大的本质性区别的 来吧 那个下一个吧 不序的 这个事我还没有彻底研究明白 等我彻底研究明白 我再跟你们说